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我们只做年份超过三十年以上的年份酒 我们的茶欢迎选购 花一点时间再来交代一下 我们了解掌握的有关秦刚的去处 因为个人员因请辞继续同志相称 说明秦刚已经平安落地 主要是接受中共党籍和行政处分 不大可能被追究司法责任 他的去处一说当研究员 一说出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副社长 给予的是户局级的代役 户部级一下调到户局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于泽远前两天的联合早报 说三中群会公报是以同志称呼秦刚 他认为对秦刚不大可能追究司法责任 这本文章介绍秦刚不多 这个标题党 其实更多谈中共火箭军的这些国防部长 那些军官的这个高级将领的去处问题 我们都知道之前最亮脸吸引眼球的不是三中群会的公报 而是秦刚的处理 三中群会的闭幕的公报 宣布免续中国前国务委员间外长秦刚的中央 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 但还说他是同志 所以宇泽远说 义务的秦刚主要接受的是中共党体和行政处分 不大可能被追究司法责任 三中群会讲到秦刚就一句话 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 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这里面谈到了李尚吴李毅超怀孙金明 他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员都被 因为什么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 自动失去的中央委员候补员的职务 然后呢 征服的人也跳过了一个军方的高级将领 秦刚这次免去的中央委员 这种情况在历来 或者这些年来的中央 中共中央前回很少见 那么当年 就是今年的年初二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报是说 秦刚是以个人原因 持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 是个人原因 在当初也引起了很多猜测 秦刚呢 是同志 说他保留党籍 还是党员 暂时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追责 这个暂时 以后我的交代 为什么有人这么说 那么看来今天呢 秦刚看来呢 真的这个突然消失 并没有触及所谓的敏感重大的政治问题 也不是外界一直炒作 言之早早怎么拟通外国出卖情报啊 然后给火箭军有什么瓜葛没有 那是外面瞎掰杜撰的 当然另外一个呢 还没有得到证实的当事人姓傅傅小田 也不算是 外界所谓的被英美情报部门撤缓了周买 对秦刚事与美能剧如何如何 都是这些都是不识之词 秦刚今年58岁 2022年底出任中国的外长 那么2023年的3月 升任国委员 是当时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副国级 但仅仅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秦刚就不见了 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以后的出来有点难 秦刚这个消失掉 有很多说法 外界盛传 他跟香港某电视台 大家知道是谁了 傅小田 有婚外情而生的儿子 是真干生 还是代孕生的 现在很多说法 那么去年的7月 官方宣布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 王毅夫任外长 秦刚就这样 成了1949年 中共建国以来 任期最短的外长 这个也是个记录 首先呢 第一点呢 秦刚同志 的确是个艺术 从副部级 驻美大使 哗哗了 做火箭 就提拔为中国的外交部长 接着呢 很快就 副国级的 国务委员 马上就进入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系列 党内的职务呢 当然就理所 当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成为中央委员 这种篡声的速度 在中共党内 即便是1949年 也基本上属于绝无仅有 比秦刚提拔的更快的 当然还有现任的中办主任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蔡奇 蔡奇也是从浙江省常务副省长 一下进京 国安委的办公室主任 紧接的三转两检 进入了北京市委书记 那当然那就是 政治局就进去了 很快变成了政治局常委 能这么任意提拔 自己信得过的人 当然是总书记这个级别的人 才能做得到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机会也动不了 所以秦刚 原则意义上 他的快速的提升 跟习近平本人有关 那一般都视之为 嫡系或者亲信 这一点就毫无质疑 所以呢 这个秦刚的事情以后 有人要个追责 提拔他的人是怎么把关 诸如此类 这很多说法 这都派生了 没什么意义 党管一切 还要来跟你们解释半天吗 不用 第二呢 秦刚出世之后 会发生很多事 往外人没有办法掌握和了解 当然对秦刚北人 我相信是他一辈子 58年来 备受熬煎的过程 整个监牢的过程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 外交部的党委 外交部的纪委 还有国中纪委 还有中央办公厅 但凡跟他能管的中主部 应该会有个专责的专案小组 持续几个月要做内查外调 个别谈话 做记录 诸如此类 个人有没有接受监视居住 那当然会有 这个过程要不停的问话 交代问题 反而事无际系 回忆对比 还醒检讨 痛哭流地 辗转反撤 失眠 饭吃不下 睡不着 各种各样的场景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因为他毕竟是犯了错误 什么错误的定性 现在才知道 之前就未必知道 本人也未必会知道 第三呢 坚决这一次对秦刚同志的处理 坚决证实了秦刚和傅小田 真有那么回事之后 当然这个事情就不会像张高丽和彭帅 那事情沸沸扬扬 但是也不错 也增加了很多的眼球 增加了很多的流量 后续的善后事宜 这个的存力 他出于个人原因的范畴 个人原因 比如现有的婚姻关系 是不是继续维持 还是会有个中了结果 跟傅小田的关系 是告一段落 还是会继续有天雷勾地火的激情澎湃 反正都没用了 就剩下个夫妻 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无法想象 他们的家世 他们自己内部自己私人的隐私 当然我们都会 有一声叹息 大好的政治前途 就这样告一段落 而且来得非常之快 有一点点黑色幽默的结果 那么秦刚 下一步会怎么安排处理 既然是同志 但是也不方便再当国务委员和中央委员 也不能当外长 派生一个问题 71岁的王毅要兼任 中国的外长要多久 那么好了 王毅这个外长什么时候交出 谁来接 这个呢 外交部开始又出现了一场新的演练 来自北京 魏征正式的消息说 秦刚的处理结果已经明朗化 因为明朗化之后呢 他总要有个地方发工资吧 有个单位挂靠吧 不至于会离开外交部系统 那么有人说 他会派到外交部属下的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任副社长 行政级别是正师级 或者是副师级 应该是副社长 副师级 如果真的是属实 那这个差别就大了 天上地下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系列 副国级的系列 忽然间撸到了副师局 这个对秦刚来讲 也要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调试 这个级别呢 可能还要比赵立坚稍微低半级 赵立坚他太太会笑呵呵的 就是说你老子也有今天 闹了半天 又回到了当初 还没有出任新闻师师长的原点 北京的朋友呢 也说秦刚肯定出这么多事 就是男女关系的问题 一时忍不住 抵挡不了傅小田的三招两招 光机就兴趣了 男女关系问题 当然就不至于入狱 所以现在说是行政和党内处理 行政处分的 撸到了傅师级 党内处分呢 保留党籍 还是党员 还是同志 但是呢 就没有机会再让你出任中央委员呢 国务委员呢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外长外长就更不用想 现在这个处理是行政和党内的处理 那好 处理完了以后 总要个安置的地方 一般来说 外交部有两个地方 都是在做这样一种 发落的 一个是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院 或者是外交部 有一个研究所 一个是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都非常喜欢看 了解世界的一闪窗 确实那时候呢 文革前的杂志也办得很火 相当有质量 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 一个是世界知识出版社 上一次 有位姓沈的资深的外交官 应该是个李肇星 同年纪差不多 当过外交部新文化研论 后来到联合国当了副秘书长 听说也是因为男女关系的问题 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直接掉进了世界知识出版社 当然那时候关于沈先生的这个调职的原因 到现在没有公开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然后所以呢 沈先生就到了 世界知识出版社 当然社长兼总编辑 那还是有点文末 当然也有个消息说 在我们看来 维基百科也这么记录 2001年10月 外交部有个外交官叫李斌 李斌也曾经在 朝鲜当过外交官 据说跟金正日 关系很好 两个人跟三更半夜 对着酒瓶喝白酒 那就跟关系匪浅 但是呢 这个人兄在2001年10月 就出任了中国驻韩国大使 就在当年韩国大使 据说是他老婆很喜欢韩兴 韩国的情报部门呢 三稿两稿就把这个李斌呢 吸收为间谍 所以2005年这个李斌呢 2005年06年呢 就出任了朝鲜半岛事务大使 朝鲜特使 同时还兼任亚洲司副市长 那很快 2006年5月就挂职 山东省危海市的副市长 当然就离开外交部 当年的12月 国家安全部把它传信掉 调查后来就被双规 有人说双开不是双规 2007年1月的调查之后 被分配到外交部属下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担任研究员 但是后来是用其他的罪名 把它判了七年 这叫中国的其他问题 经济案子 判了他有期途中七年 这么一说呢 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似乎就变成了外交部 但凡有兰尼关系问题 或者像李斌这样有点政治问题的人 收容锁了 最后一句话 管不住老二 小头影响大头 切花高度的自律 看到谁都天雷高地火 一时贪荐 就这样上市的大好政治前途 秦刚看来 也就是云云众生 九千多万党员中 唯一 其中的一例 还不是唯一 因为这个烂子应该是太多了 只是外交部不幸 就有这么多的事出现了 坐坐冷板凳 也不是什么坏事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可以 черetted 但是才有优伤 不保证 内疑 窈 对 其并 看签 带